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善经济的核心就是以利他的精神来从事善经济的活动 那么在过去亚当史密斯所提出的利己经济学 到今天看起来完全是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永续是相背离的 越利己竞争越激烈 贫富差距越扩大 环境越破坏 地球不见了 人类也无法存在 所以我们讲ESG 环境社会责任的治理 那么很重要是用善 用利他合合来缔造一个人类幸福的经济的福祉 不只是人类的生活幸福了 地球也能够被保护 被永续的生存下来 所以善经济以善为核心 就是利他跟合合 为什么是合合合 合是中国重要的哲学 中国有三合 一个是中和 宝和 还有太和 中和 谣给顺的一句话 道心唯唯 人心唯唯 唯今唯一 允值绝终 第二个是饱和 易经说饱和 太和 饱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安其位 各蒙其利 还有各政其命 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经济的定位 找到自己经济的获益 而且是正向的经济的活动跟发展 这是饱和 君王 领导人能够把这个饱和境界持之以恒 享视太平 这就是太和 万事都能够这样的富饶 均富 幸福 快乐 这是太和 我觉得善经济离不开利他 离不开和和 利他是动机 和和是方法 要跟大家和 协同 要共富 以善致富 Satia 是微软的新一代的执行长 他来自印度 具备东方的精神 他用利他和和 缔造微软新的夹击 14年接手微软的时候 微软各部门互相斗互相耗损 脸书 Google 是个大的挑战 他市值得到三千亿美金 他接手又开始用利他和和 和和 意思是大家要共识一个微软 利他是不要想自己会做什么 为他人做些什么 他用一个新的证字 就是你的烤鸡 KPI 不只是你做什么 你要说你为他人做什么 第三个是你跟大家一起做的什么 为他人做什么是利他 一起做什么是和和 他用这样的利他和和 把他制度化 非常有大制度 把他制度化以后 2019年他的市值到达2万亿美金 成长8倍 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他就充分应用利他和和 把他制度化 缔造一个佳基 所以这不是天方夜谈 是真正有人彻底的 务实的把他实践出来 这当然需要大智慧 所以善进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利他和和 落实在经济活动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是 要有信念 以利他为信念 巴塔哥尼亚 全世界最著名的 一个户外运动服务的制造商 他做的就是要利益环保 任何产品跟环境相违被放弃 他把他所有的股份捐出来 给一个自己成立的基金会 致力于环保 所以这个基金会成为巴塔哥尼亚最大的股东 每年获益可以超过一亿美元以上 这一亿美元完全投入做环境的保护 他让员工每一年有两个月的有薪假做什么 做环保志工 所以他也是一个用这样的一个环境 用地球是我们的家为理念 来缔造一个立他为基础的善企业 第二个是爱的管理 巴塔哥尼亚用爱来管理 怎么管理 他就是让员工可以带孩子来上班 员工在公司是个家 地球是我们的家 公司也是我们的家 让大家入那个户外 就像微软的萨提亚一样 他让员工从一种防御的 互相攻击的 变成是互相信任的 互相疼喜的 互相尊重的 一个微软 缔造一个这样的果实 慈基的职工企业家黄中年 是印尼前两大的大企业 员工有四十多万人 他做了二十多年的慈基慈善 每次做慈善 安排员工跟他一起扛大米 发大米 牵着老人家的手 把物资带回家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做秀 不是一次 不是两次 而是一百次一千次 不是一年 是一二十年如一日 员工很感动 他开始号召员工加入慈基 成为会员成为志工 像一百八十万个员工跟家属 成为慈基的会员 每个月定期捐少量的心师所得 给慈基给慈善 都是支援的 然后做志工 培训做志工 他的农场的面积大 新加坡七十倍大 是新加坡的七十倍大 然后农场方圆五公里之内的穷人 都归员工至工来照顾 做环保 仿平 抑诊 教小孩读书 他不只是爱员工 而是引领员工去爱更多的人 这是真正以爱为管理 员工把公司当家 员工更把他的社区当作家 去爱所有身边的人 这是一个大的智慧 以爱为管理 所以善企业 以利他为信念 以爱为管理 那么在经济生产方面 制造方面 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叫珍惜物名 物质是有生命的 这是佛教的思维 它更是词迹创办人 正言法师的一个创造性的字眼 交给大爱感人科技 成立一个科技社会企业 营收全部归慈善 但是这个社会企业 就是把这个塑料品 保特品做成毛毯 发放到全世界几百万条 做成一千种各种的产品 就是从回收到再利用 所以recycle 叫reuse 尊敬大自然 珍惜每一个物质的生命 保护地球 就像巴塔哥林亚也一样 回收来再制衣服 甚至缝补不要买新的 他在《纽约时报》登广告 请你不要买我的夹克 送回来我帮你补 帮你修 我们老一辈的说 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现在哪有一个衣服穿不到一两个月 再买 买更多大量的消费 大量的抛弃 认为这样是促进经济的发展 即使到头来 是创造更多欲望的滋长 人心的不满 贫富的差距 还有地球受剥削 所以珍惜物名是很重要的 善经济的根源 所以当把物质当一个人的生命来看待 你会尊重他 你会爱他 这个时候ESG环境的永续才可能达成 所以善经济 善立他合合 以立他为信念 以合合为方法 结合不同的企业来共善 达到一个共服共善 那么立他为信念 以爱为管理 爱员工 鼓励员工去爱人 投入慈善 让社会能够越来越迈向君父 最后是以珍惜物名为生产跟消费的基础 我相信用这三个模式 我们能够达成善经济的果实 今天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跟荣幸 在这里分享善经济的基本的概念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 江贤正副总编辑 他能够组织这个非常难得的盛会 他也是善经济的行者 如同在座所有的企业家一样 都是善经济善企业的共同行者 相信我们人人能够各自为善 也能够善他人之善 善善与共才会天下大同 再次感恩大家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